好,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到我們這次露營的場地在南投五界 然後這裡就很像仙境一樣,你看 全部都是濃濃的霧 那我今天呢,想說既然在下裝備 就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帶了什麼東西 好,拉遠一點 好暖喔 那妳到車上去坐就不冷了 不要 哈嘍 哈嘍什麼 妳在跟誰哈嘍 我在跟照相機 嗯,照相機 有拍到妳嗎 哈嘍 好,我們這裡 我阿姆已經在下裝備了 我們這邊的 先讓我等一下 我們現在這邊很冷 所以 妳有沒有看到我感覺很冷 因為我覺得好冷 因為這裡很冷 所以 我會穿比較多了 然後叫我穿白套 我就穿 我剛剛 還說我 我不冷耶 是 我 我現在要冷 很冷耶 超冷的 我 我 他們都在 我都在 下裝備 所以 我 你們 你們 你們可以先跟我一下 等一下我們全部用完 就把他那個拆下來 你先 欸 我感覺在下雨耶 嗯 對啊 然後現在是下雨 嗯 你在氣象爆發 這是很少 蛤 蛤 你在氣象爆發 然後再跟大家說明 我 所以我跟你說,我們已經轉彎上來,已經上山了 因為妳再下去就是吊橋了 對,我再往下就是吊橋 因為我從那邊看,再倒回來 再上來 這邊就剛才去吊橋了 好一點點 下雨,我們把鏡頭已經進來裡面 好 好 我現在大致上的帳篷已經打好了 我現在在處理我的睡墊 因為這裡的溫度比較冷 所以我睡墊底下也在鋪一層 那個 野餐墊 應該是要鋪 睡墊齁 如果把它器材飽一點 晚上睡起來會很舒服 我買的這兩個睡墊 一個單人,一個雙人 都是 卡納的 腳踩式的睡墊 因為這樣就不用再另外多帶一個棒 我覺得腳踩也蠻好玩的 打起來的速度也很快 等一下我全部完成以後 再跟大家分享我們 全部的這個露營的設備有哪些喔 鋪上這個床墊 就更有感覺了 一個一隻屁股 還在剛處理晶頭 會燙到多了 這個地區 就是豆子 那邊還要到處理晶 這邊還要去吃哪裡 撐到哪一些 沒有要不要來吃 那妳先拿去 對 對不起 我放在13秒後放下去了 我會不會放在一起 這本來就有油的啊 這就有油的 好 我沒開了 哥哥 哇好香喔 哥哥 把這個拿去倒掉 開始計時 後面 那你拿那個啊 好 我們現在吃晚餐 吃六個就吃飽了 我們晚上吃 蝦蝦的薑母鴨 還有 九尾雞湯 火鍋啦 兩朵火鍋 還有 不是 還有特別 媽媽剛才包的水餃 阿妹 你過來一點吃給大家看 好 好 好 嗯 欸 變冰的耶 現在是 現在是幾度 到底是幾度啊 一度 現在是一度 可是沒有一度那麼冷 沒有一度那麼冷的感覺 就還好 大家我有更冷了吧 兒子啊 你在幹嘛 媽媽我把帽子剁掉 不要戴起來 你 你帽子會想要戴成這樣 你是清朝人喔 原成是一次的嘛 姐姐不應該先 好 現在要來 介紹我們的 露營的 器材 這個櫥櫃 它主要是在 就是 料理的 然後所有的碗啊 鍋子啊 什麼東西 大部分的 食材啊 還有大部分都放在這邊 然後旁邊這 是一個小小的煮水壺 過來這邊 通常我會把架子架在這個 有網沙的這一面 然後 這 這次我帶的是這個四層架 然後其他的就是用椅子 還有箱子 來做一個堆疊 然後這上面有 我之前是帶那個鳥籠的瀝乾的 可是我覺得 就是用這樣子 反而其實比較好拿取 所以我就後來就 今天這次就改帶這種 IKEA買的那個 荔丸架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 冰桶了嘛 因為今天很冷 現在大概只有 一到三度而已 所以 就不需要用 比較硬殼的冰桶 就不需要用 然後這個架子 就可以收納很多東西 那第一層就是 我是放一個水壺 那這個是接生水 喝的水還是要煮過 那第二層就隨便 收納一些小東西 第三層就是我的那個 瓦斯爐的盒子 然後還有香蕉 然後還有香蕉 最後這一層 我是放一個 收髒衣服的籃子 這樣子 然後杯子呢 還有可以掛的碗都掛起來 就很方便 好現在就是 來跟大家 介紹我們這個 睡帳 我們的帳篷是迪卡農4.1 那基本上呢 我 就是 裡面我是盡量讓它簡單化 就是有一個前庭一個睡帳 那睡帳之後會拉 就是睡覺的時候會拉起來 那裡面鋪怎麼樣鋪色 我早上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就是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囉 就是我們睡帳 好 吃早餐 晚餐 我真的可以吃這個 哇 弟弟吃什麼早餐 這是 碧瓜西飯 啊 還有什麼 這是什麼 酒娘是不是 好不好吃 哎呀 冷不冷 來吃一小口 我記得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你沒有當過 羅宋番薯給你 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你看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你看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你看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他在酒餚上 你這才是酒餚 你這才可以吃嗎 可以啊 媽媽 咬 想要飛機了 好 他都是霧子 怎么看不到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走 继续往前走 我会以为那些是墙壁 我会拨住了 就坡 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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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边路了 嘿 小心一点 这边有 我们再去找了吗 走 走 我们再往下 哇 你看他这个叶子都是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样子 好酷喔 对啊 好像很香 妈咪你看 大的寒秋草 果实 那没有果实吧 那是花吧 香菇 香菇 哎呦 我的帐 哎呦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眼睛 就是看到他了 你知道这个叶子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这个叶子是什么吗 这叶子都是茶叶 我们喝的那个茶叶 这里是茶叶树 对啊 茶叶是在 茶叶是种在高山上 跟那水鹿一样 哦 水鹿 对 它住在高山上 那为什么这边没有水鹿 那这个也是茶叶 对不对 对啊 这些都是茶叶啊 妈妈 哇 这有花耶 来来 我帮你拍 那水鹿 为什么不是 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收帐篷里的东西 然后呢 我拍一下给大家看说 我们到底是怎么收的 才可以把这么多东西都收到车子里面哦 首先 这种平平大大的一定要先收 没有看到我把那个 棉被那些还有枕头 我已经先用收纳再收起来 放在车子两个座椅的中间了嘛 剩下就是要收后面这些其他的用品 有啊 这个是 有包 有包 他摔中了 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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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的这个 脚踏垫这边呢 是塞我的帐篷 跟我的客厅帐 比較長的客廳帳先放 客廳帳放進去了 我現在要放睡帳 要放在客廳帳的上面 好 兩個帳都放 都放進去了 然後這前面要再放 可以再放一個東西 是我的工具箱 好 前面就放這些 最後再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剩下這個空間 就是塞一些零星的東西 然後椅子 跟小桌子就是最後收 就放前面的 一部分 我不會再放下 那麼緊張 就可以關心 三個だけ 好 我們的節奏 對 我們可以請你們 看 我們在上一個 看 放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